另外亮哥你看加拿大目前这个火载烧 两家货运的这个巨头停运 那主要是这个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 还有这个太平洋的这个铁路公司 没有这个工会上的一些这个关系啦 没有达成协定 所以开始进行大罢工 从8月22号开始 几乎所有加拿大的火车全部停止运行 那加拿大那么大 加拿大的国土比中国大陆还要大 所以铁路非常的重要 两家企业的这个铁路网同时瘫痪 那当然这个美国跟加拿大的 经济关系非常的密切 一体的 所以也会殃及北美的供应链 目前影响了数万人出游 那当然这个杜鲁多也担心影响他的选票 所以现在两手一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 之前就警告一旦这两家加拿大铁路 城运上如果停摆的话 会直接导致你看每天 每家边境大概有2500节的 火车车轨的停驶 那双方的某些货运往来就要崩了 而且这个铁路的这个停驶 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结束 现在是加拿大瘫痪 美国抓狂 亮哥 这个我估计大概又是要要求加薪 还有包括什么休假 对对对 就是劳动条件 事实上你如果住在巴黎 你也有时候会发现地铁突然没开 有点类似 所以表示加拿大的工会是失控了 然后这个很麻烦 因为你又没有办法像 说可以调一批临时的人去做操作 因为以前美国发生过那个航管 航管的那个工人罢工啊 结果雷根调国民兵进去操作 可以啊 不他有空军啊 技术上 他就硬干啊 我说你跟工会对抗的时候 那可能加拿大没有这样的一个 那个配预备的人员啊 那变成是两个大公司都给你停止啊 有9000个人罢工啊 9000个人罢工 这个这个 而且他的法律是允许的 这我们台湾是不行的啦 就是有一些国家是禁止 禁止就是 哪一些重要的 这个行业是不能罢工的 那美国跟加拿大都允许啊 所以你就要面对这样的意外啊 这个这个我觉得 我们大概难以理解啦 因为台湾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对但因为规模很大 尤其加拿大国土广大 这个铁路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那最重要的是它也影响到美国 不我们台湾的台铁如果罢工 可是我们台铁罢工会有刑责啊 那加拿大没有这个问题啊 对 所以没有办法处理啊 对政治人物也担心影响选票啊 好我们最后再来谈中东 我希望基大使把这个印度 我以前讲完蛮有趣的 这个韩国也是什么都是韩国的嘛 那印度也有同样的概念 所以汉堡丸Burger King 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品牌啊 那法院已经判下来了 Burger King就是印度的品牌 没有问题 那这个呢很好玩 在大陆立刻登上了 热搜排行榜的第一名 其实昨天就在第一名 那今天我看到还在前十名 大家就知道 很奇怪像这个题目 就大家特别感兴趣 8月22号印度法院驳回了 这个美国汉堡王公司 对印度 主要是在印度有个小餐厅啦 它也叫汉堡王啊 但是呢 这个美国汉堡丸 是1953年成立的 然后呢 它是2014年进军 印度市场 进军的比较晚 那印度的汉堡王 是在1991年才成立 它是个餐厅的名字 那双方就打起了官司 但现在是美国败诉 那网友大嗨起来了 印度挣钱印度花 一份别想带回家 汉堡至少姓汉 印度牛多 牛逼相应多 季大使怎么看 印度思维 美国也会提到铁板 聚气又怎样 其实这种就是 这种就是商标的官司 也没有说特别 有什么特别之处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 就是说印度它这个 在汉堡王没有进军 这个印度之前 它就已经在印度先开了 它是个餐厅 对 你2014进军印度市场 印度它在1991年 它用汉堡王 对 它可能现在 现在这个印度 它已经注册了 在印度注册了 这个所谓它的这个 商标已经注册了 那你美国注册 如果在后面的话 那当然它是 在印度优先相拥 法律上不能说 是没有道理吗 不能没有道理 它是在印度先取得 这个旁白 可能它根本连 完全学你都不一样 都不一定 所以通常你要进军 你今天汉堡王 要进到印度的话 那你应该跟这个 原来的印度的汉堡王 他付一笔钱 把它买下来嘛 对 你要不然就是和解 要不然就是用 商业的方法解决 你硬是你要用 告它的话 这个其实啊 我看这种 从表面上来看的话 美国不一定赢 美国不一定赢 就是说 因为人家在1990年 可能这个老板 他是知道 你美国有一个汉堡王的 有一些印度人 也知道有一个汉堡王 他问题就是说 你没来登记 我就先在印度先登记了 法律就给我的保障 这个商标权了嘛 那你今天美国来了 你后来你说 我在美国早早就有了 那这个就要看印度的法律 可是就国际上的这个 这个有关的这个商标登记来讲的话 事实上的话 那你也要去登记啊 对 你也要跑到这个 怎么讲 你要跑到这个WTO的这个 它有一个世界专利 这个WIPO这样子的 有一些国际的组织 你要去登记 所以是蛮复杂的 也不 我很难从这个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说 对 从法律上来看 一定印度的法律 一定是乱来 对对对 是没有 对 我到时候 我没有办法 对 主要是我觉得 这个登上热搜 第一名的这个很有趣了 我觉得这个当然就反映了 大陆网友的某些心态 因为中间有些大国竞争的一些 心态上唯妙的一些缩影 因为中国大陆跟这两个国家 跟印度跟美国都不太好嘛 对不对 那你看到两边互撕 然后又是美国吃亏 然后印度的这个思维 所以难怪热搜第一名 就中间的心态是什么 这个就看好笑了 对不对 吃瓜群众 就印度很牛逼 就瓜太好吃了 就印度人很牛逼 对 印度人就是说 汉宝王在这边 说我印度人开的 就是我印度人站的 就美国的大品牌 跟这个印度的小餐厅去撕 结果就美国输了 对不对 很大 但是你还是输了 对 其实表面看起来 是蛮好 蛮搞笑的 对不对 那印度的法庭 看起来就是反正就是 反正只要是印度的厂商 就印度一定赢的这种感觉 可是我们真的从这个案子 我看了一些 这些基本资料看起来 我也不切地认为说 印度法庭就在那边 就是怎么样 乱点鸳鸯脯 只要是印度人就一定胜诉 所以你看到留言 好像也不是这样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蘆薈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ow your care